这对小情侣,疫情期间还要摘下口罩,准备坦诚相见,还没进入正题,女生突然手臂起包,紧接着呼吸困难,她跌跌撞撞的找到药,一不小心又掉了,男友捡起来,却不知道该怎么用,女生已经憋得翻白眼了,幸好女生母亲来了,一把扯过药管,扎在女生腿上,女生终于缓了过来,这是极端的过敏反应,女孩从小就对蜜蜂、青霉素、花生酱过敏,但这一次,医生做了四天的检查,测试了女孩房间的所有物品和人都没有发现过敏源,此时阿 阿杰说,可能不是她接触了什么,而是她做了什么,这叫行为过敏,那孤男寡女童主义是能做啥呢,阿杰和小莫找到女孩男友,男友承认,前一天晚上偷偷从窗户潜入女孩家,待了很久,医生立马提取了男孩的液体,但检测是阴性,可浩斯还是认为,问题肯定出在男孩身上,因为女孩才做心脏移植手术不久,一直被关在家中,男孩是唯一接触过她的外人,在浩斯的询问下,男孩说自己最近吃了青霉素,浩斯说,就是这,女孩对青霉素过敏,找 找到病因了,小莫通知病人出院,话还没说完,病人又不能呼吸了,医生立马检查,发现不是过敏,是心脏的问题,女孩得了充血性心理衰竭,小莫说,那之前的也可能不是过敏,是痙攣,抗排液药物可导致痙攣和心衰,这样前后都能解释了,但这需要验证,于是医生又给女孩来了一遍CT,心脏活检,血检,但结果显示,病人一切正常,可此时病人的病情又有了新症状,她的一条腿已经开始不听使唤,经过检查,这是麻痹,并且还在恶化, 将无法行走,这一连串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,小莫说是皮脂麻痹,由皮虫叮咬引起,阿杰说,已经对病人做了最细致的身体检查,没有发现叮咬痕迹,更没有发现皮虫,团队又给出几个猜测,又缺乏证据,豪斯让做检查,将猜测一个一个排除,最后剩下古兰巴维综合症,这个病要进行血浆致患,在经历了痛苦的致患后,病人并没有好转,麻痹甚至发展到了肺部,导致病人呼吸困难,只能靠插管维持,他们必� 尽快找到病因,豪斯说,病人一直被关在家里,除了心心念念的男友,他还会想要啥呢,小莫说美食,因为病人手术完,在家一直是规定饮食,抓住这点,豪斯认为食物中可能存在肉毒杆菌,感染了病人心脏,造成一系列的症状,但这依然需要验证,豪斯找到正在检查的病人,拔掉病人的呼吸器,别问病人是不是有隐瞒,在病死状态下,病人将发病前的事说了一遍,他承认男友在发病的前一晚来过,但他并没有吃外面的东西,那证明不是肉毒杆菌, 突然他又说,男友吃的药是绿结梅素,不是青梅素,那证明他当天可能真的不是过敏,豪斯立马想到小莫说的皮质麻痹,随即询问女孩,男友去他家时是不是穿过一片高草丛,得到肯定答复后,豪斯一天扒着女孩的头发找皮虫,一本解释说,男孩经过草丛带出了皮虫,皮虫定要引发过敏,随后毒素慢慢进入体内,是脆弱的心脏中标,但泰勒说,我们已经检查过了,没有皮虫,突然女孩再次发病,豪斯告诉家属,必须找到皮虫,要不然 女孩即使这次救过来,女孩也活不过两小时,但家属不同意,让先急救,豪斯怎么会听家属的,他跟着上了电梯,开始找皮虫,女孩心里在不断下降,豪斯突然想到,还有一个地方没检查,他掀开女孩的病号符,开始寻找,掐好电梯到站,女孩父亲看到这一幕,立马要打豪斯,但幸运的是,豪斯找到了皮虫,他猜对了,就是皮虫的原因,女孩被立马送去治疗,没过几天,便恢复正常,好了,下期我们继续豪斯医生的诊病看案